大家好,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,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,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,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,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,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。 让心爱的男朋友或者老公对自己长久地充满理恋,欲罢不能,这是每个女人心中都会有的美丽愿望。夫妻双方在平时也要多进行一些亲密接触,才能保持夫妻感情的和谐。亲密动作可以很快增进夫妻感情,使生活过得更加甜蜜滋润。 二,与中年女人在一起,只需要以下几步。人要对自己诚实,爱情没有红绿灯,不会告诉你何时该走,何时该停,只能凭直觉勇敢地走下去。 站在感情的十字路口,很多人都迷失了方向,不知道要如何选择。一方面爱到无法自拔,一方面又无法忽视中间的问题,总是企图再找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。 而有的人明明是爱到了骨子里,但却始终不得要领,没有正确表达自己的情感,也错失了最佳的时机,眼睁睁地看着爱人扑进其他男人的怀里。 回过头去看那些在爱情中游刃有余的人们,往往他们在怀有一颗真心的同时,更会抓住女人的小心思,这样才能轻而易举攻占他们的心。 如果你想要搞定中年女人的话,只需要经历这三步,她便会对你动心。 一,温柔。 什么样的男人最能打动中年女人的心,一定不是长相帅气的,而是性格温柔的。 因为对于一个中年女人来说,已经到了现在这个年龄,过往也肯定经历过不少感情,所以不会再像小女生那样过分关注男人的外表,而是会更关注男人的内在。 一个温柔男人的魅力是肉眼可见的,女人摔倒了,她不仅会主动将对方扶起来,还会帮她排去身上的尘土。 在女人遇到困难和委屈时,她们总是会温身信誉地安慰你,让女人的心忍不住被融化。 对于一个中年女人来说,在轰轰烈烈和细水长流的感情中,多半都会选择后者,而能给她们带来这样安慰又安心生活的男人,基本上都是性格温柔的。 和这样的男人谈感情,女人会得到绝对的忠诚。 和这样的男人谈生活,女人会得到想要的温暖和舒适。 二,成熟。 一个男人成熟的标志绝对不是年龄而已,很多人都以为四十岁的男人就一定会比二十岁的男人更成熟。 事实上,可能四十岁的男人和二十岁的男人一样不着调,自己都还没有活明白,日子是过一天算一天,不计较过去也不期盼未来,只要当下生活得愉悦就好。 其实,注重当下并没有错,但如果当下的快乐是建立在日后的悲苦之上,那么这种快乐还能被称得上快乐吗? 对于女人来说,尤其是中年女人,她们已经没有了少女时对于爱情的执着追求,更在乎的是生活的本质,希望能找到一个可靠的肩膀,给她们一个幸福的未来。 很显然,如果是不成熟的男人,势必是无法满足她们的需求。 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,你可以任性妄为,获得一份轰轰烈烈的感情经历,但未来一定不是在她们的身上,所以男人的成熟是极其重要的。 因为在成熟的背后,往往隐藏的是女人对未来的期待,如果连这点希望都没有了,那两个人又何必要在一起呢? 三,经济保障 只要一提起经济问题,很多男人都会给女人冠上物质的帽子,但事实上,在谈经济的又何尝只是女人? 很多男人在找对象的时候,也会参考对方的经济问题。 毕竟,大家理想的伴侣不仅是在精神上可以给予满足,同时在物质上也不会过于依赖自己,彼此可以达到相互扶持,势均力敌的状态。 有这样想法的人顶多只能用现实来形容,而人现实一点本身也没什么错,本来生活的本来面目就是现实。 中年女人在经历过各种不够现实的失败感情经历后,自然也会变得现实起来,不论是感情还是生活,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。 因为她们也会希望今后的爱人是可以给自己提供经济保障的,而不是人到中年还得想办法努力赚钱养家,弥补男人在经济上的不足,甚至是男人要依靠他们生活。 4. 深入她的心,为她分忧解难。 你若是想去追一个中年女人的话,那么你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去了解她现在心里在想什么,每天都可以陪她去聊天。 知道她想要的是什么,在她心情烦躁的时候逗她开心,在她难过的时候去安慰她,若是你能让她对你产生兴趣,并且觉得自己好像离不开你了,那么就算是成功了一半了。 5. 给她十足的安全感。 优秀的中年女人都是见过世面的人,可她的内心永远都渴望爱和安定。 她们有些人上得厅堂,下得厨房,家里的体力活可以自己搞定,出门在外的攻略也会做得尽善尽美。 但是,如果身边有了一个强大的男人,她们也会秒遍小公主,希望事事都能有所依赖。 她们需要的不是你的甜言蜜语,而是你具体可行的男友力。 6. 给予她婚姻。 女人到了中年就会变得很务实,这个时候她已经不再喜欢风花雪月了,而是想要一个温暖安稳的家。 所以,男人如果是真心地爱一个中年女人,就要直截了当地证明,你会给予她婚姻,对她是一百个真心。 当你把自己的婚姻放在她的手上,什么时候结婚都听她的,女人自然会知道你真挚的爱,被你撩到心动。 7. 细致与真诚才会融化中年女人的心。 中年女人经历过情商,也付出过大大小小的代价,爱情的酸甜苦辣都已品尝过。 可能物质生活上,她们已经能自给自足,内力也不再脆弱如玻璃心。 她们需要的男人是真诚可靠的,不会在感情上敷衍了事的人。 即使,她一直很坚强,但仍然缺乏强有力的臂膀,给她一个停泊和稀稀的港湾。 其实,当你发现这个女人的确就是你想要携手终身的那个人,千万不要嫌麻烦,也不要觉得如果对方真的爱你,不管你什么样,他们都不会离开。 生活不易,爱情不易,我们能做的就只有珍惜。